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 今天是2024年7月29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障姑 今早我们有独立股评人唐牛 和谭海韻陪临一起开市 唐牛 今个星期大使有什么支点 早晨Mandy 大家早晨 这周期期指揭算 看看17,000点这个位置 究竟能否记得稳 而且这个周期也有很多业绩的公布 也有很多央行会公布议息结果 大家可以慢慢玩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价导致一度升超过800点 美国核心PCE 按年和按月的升幅都略高过市场预期 但数据反映通胀受控 美国债息回落 三大指数高开之后继续做好 导致一度升超过800点 收市仍然升654点 收报40589点 升幅1.6% 标指收市上升59点 收报5459点 升幅1.1% 纳指升176点 收报17357点 升幅1%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1.2% 欧洲股市做好 英国和法国股市都升超过1% 焦点科技股方面 Amazon升2% Meta升2% Amazon的升幅1.5% 另外苹果靠稳 Tesla要向下 另外3M的业绩超出市场预期 公司上条全年盈利指引 带动股价急升2.3% NVIDIA的股价微升0.7% 一起看看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阿里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2% 百度和京东都比本港上日高1% 汇控比本港上日收市高2% 汇控即将在今星期首后 公布各个季度业绩 看看阿泰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升超过2% 早段升超过900点 最新报道38,599点 首亿综合指数升超过1% 升32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升7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要向下 最新跌20点 跟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 向上 性埋近1% 去到17,2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恒指兑完盘后 我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先和唐牛谈谈谈美国的情况 上星期五股市大升 其中道指升超过800点高位 以及以星期计 连续四个星期向上 上星期五开市的组段 公布了PCE数据 核心PCE 其实安月和安年的升幅 都略略高过市场预期 但是市场拆小数据去看的时候 其实看到大家很关注服务业数据的升幅 就是有一个放换的迹象 都是利好减息的前景 现在市场相信也挺确信 9月会启动的减息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看到 跟前一段时间不同 就是最近的道指升得特别厉害 你怎样判断未来的指数走势 因为这个星期其实是一个超级意识咒 美国就会在香港 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的议识结果 你看未来的美股的走势会怎样走 以及道指是否会持续跑赢那些纳指的表现 关于纳指和道指的商户关系 其实还挺难猜的 现在正正正正在炒减息 然后旧经济股 就是那些传统的巨企就在上去 所以看到道指很强 但是反而你说之前炒得很厉害 那些科技股七雄那些 都回得比较急的 暂时你看到那些钱是有少少 这样的轮动的情况 那究竟去到什么时候 真的不知道 我也在想着 如果大家拿着七红的都熬得挺辛苦的 全部都高位都炸下来 炸得挺急的 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说日元拆仓 因为减息预期升弯 美国然后日元夹 然后就拆仓 令到之前升下的那些 全部都跌下来 感觉上 那个拆仓活动 有少少叫做短线有少少微升 因为你见到市场都可以站得稳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究竟资金轮动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反而也很难估计 因为你现在要估计的就是 究竟今个星期是超级意识州 究竟他们会怎样搞 第二样东西 就是现在赢不赢得到呢? 之前就赢了 大概赢得到 拜登就赢得到 现在拜登也不玩 那么就赫甘礼上来 究竟那个变化又会怎样呢?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难估的 我自己看 既然是难估的 那当然是操作和控制风险 我自己短炒的科技股 我又减了仓 那一来是 你见到资金正在轮动 那有些之前 当炒的大型科技股 不炒的时候 那你不止蝕都没办法 一定要走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 你见到资了仓位 是的 也是看仓位做人 那 今年我自己都可以的 但是上个星期 就被人砍到一颈血的 当然了 一颈血的 就是盈利蒸发了 一部分 那都要去救一救个仓的 因为你如果还是一手 之前玩下去的那些股票 你这样去捱 你不知捱到何时 那自己计算好数 盈利去到某个位置 就是我那个叫底线 触及到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减仓 那令到盈利可以保住 亦都反过来说 就是仓位的流血速度 先减慢了 那你才可以应对到 未来这个叫做 暂时估不到的走势 所以难以用操作去控制仓位的风险 嗯 好 在美股方面 听你这样说 就是第一个重要信息 就是那些科技股方面 你都有减仓 即是未来你都未必是继续看好 但是譬如说 如果资金轮动的情况持续出现 其实譬如近日见到 道指是会跑赢标指和纳指 第二就是 之前跟你见面 都跟你讨论过 就是那些小型股指数 是 那譬如说 你这一轮去减持那些科技股方面的时候 会不会用那些资金去买 譬如说 挖数2000挂钩的ETF 譬如IWM 或者是同道指挂钩的ETF 就是DGT 你会不会去 就是尽量买入这一类的ETF 我记得上两个星期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也是不搅着IWM 是 因为看到它是破坏的 是 是 但是想着七红队会继续炒的 不要搞了 先坐着 那样 不管就是IWM 然后发觉不对了 就是IWM升 是 不行 因为IWM又贵了 两百多元 而且是比较慢的 URTY三倍 五十多元而已 所以又便宜一些 减息的话 除了一些传统巨企之外 一些中小型的科技股 因为受惠的那个叫做 就是利息成本 就是减低 那他们会夹的 那你看到那个图 其实是不差的 就是 你见到美股都比较波动的时候 那你见到 就是ULTY 即是反映着落数2000 都叫做高位整固着 那就是 是的 希望在那个叫做波动市的情况之下 都有一些东西 是可以升下的 个人都会定下 就是你整个手都是跌的话 就比较难搞 有些东西叫做 凹一滴的话 那希望可以 捱了这个叫做 资金轮动的一个波动线 那有兴趣参与那个 小型股的升势 又风险承受能力都OK 那可以参考一下 硬硬的推介 URTY 你那个买入价是多少 还有你是不是会即日买卖的 我炒了一次 之前赢过 然后再买 我现在和 我再买的买入价 跟现在差不多 我现在是五十多元 五十多元 现在是五十多元 五十七元 我再买好像是五十四 还是五十五左右 其实它的 range 都是这些位附近 因为它又不是很大的 即是它走那一转 已经走了 你试试机冲上去 六十五元 已经走了 所以这一刻 大家一起入场 不会差得很远 你要等的就是等它整固完 有没有机会再爆上去 好 那大家参考一下 好 你刚才也说了 Carrie Trade Unwind的情况 今个星期 其实美国 日本 这两个是很近的 加上英国 都会先后议息 上两个星期 我和偶偶都先后在日本出现 日元就急升 其实日元急升那一下 就导致环球股市 其实都挺大的震倒 因为之前的人就是借低息的日元 然后去买其他高回报的资产 包括是美国的科技股 或者是一些金属 那时候其实在日元低企 和日元低息的背景之下 其实这些资产价格 都涨得挺好的 好了 到日元出现一个急升的情况 然后破了某些位置 市场预期继续上升的时候 就开始沽出一些 之前买下的产品 然后就要拿回日元去还钱 因为怕再不还的时候 日元继续升的时候 还钱的成本就会很高 那两个星期 就导致美国的科技股急跌 例如NVIDIA TESLA那些都跌得多 还有亚太区内的股市 特别是日股都非常弱 如我们刚才看到 日股今早就升900多点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但是记得对常跟你谈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日股就是非常凌厉 去到42,000点左右 是的 现在即使有一个反弹之后 其实刚才看到 都仍然是三次头的 是的 在日股方面的持仓 其实你现在是如何去部署 以及未来会如何提供大家 即是跌下来是应该买的时机 还是都升得这么急 升了好一段时间 大家都应该谈慎一点 我觉得对上一次来的时候 日股就是在冲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已经回落 还是怎样 我觉得我上一次日经冲上 我又炒了一串 炒了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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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第二次再买 就已经细住了一点 还有都是看着之前的顶 4万1千点左右的水平 去做一个止洩 那之后他真的穿了 那没办法 立刻要走 那我想他这一转日股内 就真的很看着日股 那日股这样夹 你那些好仓 短炒仓不能不走 即是你这些日股的话 那这一刻 试回下去3万8了的水平 那今天有个小反弹 我刚才看的日股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异动 我想纯粹technical反弹 或者大家会在想 今个星期日本意识 那是不是已经反映了日股的升势 那就先炒了一个憧憬 所以有一个反弹 我觉得如果你手上没有什么日股 那这一刻我就觉得OK的 3万8的这些位置 就是我不特别介绍一些日本个股 我都不懂 那就买一些ETF坐下 就是如果你还在想 股神还在玩这个日股的时候 那他还是看好整件事的话 我觉得日股都可以去慢慢叫做收集 起码不是叫你4万多才再入场 3万7、3万8 我觉得都OK的 不过当然这次的变动可能会大一点 就是刺那样东西会大一点 因为之前日股是一路一路慢慢下跌 你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念的 它会慢慢升的 现在你的日股是刺得多的时候 那可能那个波动性会大一点 大家如果买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心理预期先 是 日股ETF 也有两个category 一个就是会对冲那个日股的波动 是 有一个是不对冲 譬如现在你刚才都说 现水平入场都是一个 就是OK安全的水平 你会建议大家是买对冲日股的 还是不对冲日股的 会比较合适一点 因为我一向就玩开对冲日股的 3160 所以我就觉得 你想小样 可能会好一些 因为你又要计算日股的话 你其实很难猜 我自己看 所以如果是就简单一点 看3160 只看股价表现就可以了 好 又可以参考一下 好 我们先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我开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上星期五 恒指轻微反弹16点 在17000点水平增持 恒指上星期五高开74点 之后曾经升224点 带来按人民币会价走弱 恒指一度到跌80点 收市轻微上升 收报17,021点 升幅是0.1% 恒指收市的报价资讯 是由IG提供的 全个星期计 恒指跌了2% 是连跌第二个星期 国子跌5点 收报6010点 科指升22点 收报3443点 大市全日成交1046亿 北水录得大额流入 金额87.7000万 主要是买入指数的ETF 盈富基金和恒生国子ETF 分别有60亿1千万 和12亿5千万的北水淨入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 亦是吸资10亿4千万 各股方面 腾讯有5亿3千万的北水淨入 急跌2乘3的东方阴旋 有1亿8千万的北水淨流入 淨流出方面 中国移动和建设银行 分别录得9亿 和7亿2千万的北水淨流出 港股方面 大市现在是17.7公防战持续 距离250天线 其实是越来越远的 今个星期有几件事 偶偶开始的时候也说到 今个星期会期指结算 以及汇丰恒生渣打 会先后公布业绩 其实在月底 内地还会有政治局会议 现在恒指就看 就失手了一条250天线 你预期短期内会怎么走呢 17.7的支持力度大不大呢 因为看到譬如说人民币汇价 上个星期四五其实都一度转强 但是对港股也好像没什么带动 唉 港股 一说港股就要喊两声 还记得我们之前经常说 冲穿17,200 8万爆上去 去到19,700 应该可以守得到 怎料它是用两个月时间 去起步位 还要穿 那可以怎样呢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样的 就是现在你说17,000 那就是攻防战 ok 那两样东西 看人民币 就是见到美元弱的时候 可不可以带动到人仔转强呢 还有见到阿爷都有空间去减息 就是做一些操作的话 是不是可以 就是令到经济上ok 又带动股市ok呢 就是看就这样看 ok 第二样东西我想看业绩期 这个礼拜 那看一下 那些业绩 去到一些过股 我经常说 我都不太知道怎么炒 但是反而你说过股 如果你说有些个别的憧憬 例如你说这个星期 匯丰行伸出业绩的 那可不可以博博呢 我想容易一点 因为指数真的都挺无定向风下的 是 好 指数你都没什么看法 没什么特别看法了 就是你可以这样冲上去又下来 那我都 就是你炒 其实就根本就不用看法的 即日你就自己看技术位去博 是 但是你说真的你打算去投资 就是中善少少 那用回过股了 我觉得 是 或者又这么说 你都好像没什么心机去谈港股 但是如果开淡仓 你又觉得是不是一个 就是适宜的部署 我想其实你开好淡仓 那个叫做 就是 怎样说呢 你开淡仓 你可以一方面 你说可能对冲一下 你收入上的持仓 如果你说你有正股的话 我想你因应回 你拿着什么 然后去开恒子的淡仓 或者还是 科技股的淡仓 我觉得这个可以想的 但是你说 如果这样看下去 其实 我想你一天 自己拿着牛红症 自己炒得了 是 因为它都是这样上上下下下 那你就跟着它来玩 你说我真的要拼多一些的升幅 好像这样 现在期指 应该高开情 差不多200点了 你要拼到这些 这样的一个升幅的话 你一定要过夜的 是 过夜又是有个风险 是 你要倒的 如果你真的追沽了 那你今天被人够200了 是 所以 反过来想 就是 港股就是这样的 你打算去死定 它突然间又会打上来 是 你打算早前 一百八千三十 又怎么怎么怎么 它又载回到17000 所以 我想 你玩的指数 有点逆向就可以 是 但当它给到希望 你不如不要想 回头 你打算它穿17000 它又复回你 用这个心态 可能反而更好做 嗯 好啊 那大家就自己看位操作 好 我们谈谈九仓 因为九仓就发了一个刑警 九仓是两只 4日和1997都一起发的 就说 预期中期可能是会迎创规的 其中九仓就是4日就说到 根据集团的投资 那个物业半年独立重股的初步结果就显示 截至6月30日的6月 就是半年度 应佔投资物业的重股亏损证额 可能超过同期的基础准盈利 可能会录得股东应佔亏损的 金额就介乎25至28亿 2023年同期股东应佔日利是7亿左右 好 你怎样看今次的两份通告 譬如说这两只股份方面 其实你近年有没有操作 真的很少 看看吧 大概知道现在香港经济是什么环境 没有了 出了刑警了 他也说因为 就是那个叫做 物业重股那样东西 他也都 我先看到 1997就写得清楚一点 他就说本港零售 2023年开关之后 但很快就陷入停滞了 是 然后2024年就更加严峻了 你就知道 然后他就说 真的很严峻了 是的 投资物业重股所以就输了 你就知道什么环境 没有了 一个很叫做什么 很直接 直接了当 不要转弯抹角 我觉得这个刑警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 我经常都说的 炒减息 你说地产股相关股分 只有炒字 你不会叫做 改变到整个经济环境的消费差 商下差 是的 那些是改变不到的时候 你不会走去中长线投资 你只能够短炒 这个就是我对于相关地产股 这个版块你都没有碰很久了 可以这样说吗 没有了 没有碰很久了 我对上一次炒 可能炒美联 就是说他那次 切印花成那些 但是你说相关这些 我真的看了 只有个知智 是 比如说 对其他零售股 会不会有一个启示 就是今次的刑警 会的 你 都是那句 你 现在大家去消费的 要么就去北上 要么就回香港去日本 是 那你怎么办呢 香港那些 是挺难的 你个别他做成什么 都 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就是 很多的 例如你说 可能做 淡仔 都麻烦了 是不是 股价走了 你做零售都很差 大家落大会 我也都不 就是 就算是他 他好像之前应该都业绩好过的 但是你看到股价九势都不炒 我想 一来 那个 营运情况很难 二来真的没有钱炒了 这些股票 大哥 我怎么会炒你 大家落大会 我真的炒其他东西 变成你的资金真的走了的时候 我想 是很难的 好 好 我们恒指代研盘 今早三大指数可以高开的 我们看完之后 再和牛牛谈其他板块 好 恒指今早高开幅度超过1% 高开175点 17,196点 国指高开64点 科技股指数高开1.4% 高开48点 3491点开市 积货月期指升183点 17,205点 轻微高水 看看方旺股开市初段的情况 阿里巴巴今早高开2% 亦都带动恒指高开的点数 大概30点左右 74.8%开市 另外 腾讯、京东和美团 高开的幅度也是超过1% 其他业本股份方面 惠控和恒生 今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 两只股份都是高开的 恒生高开超过1% 102元开市 和唐牛谈谈一些受到国策扶持的板块 有两个板块可以谈的 我们先谈谈家电股 法改委和财政部 印发了关于加大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已更新的药缸措施 金额是3,000亿 即是总共补贴金额 补贴家电的销售价格是15% 家电股上星期四、五都是炒上的 例如可以自家6690 星期五那天升了超过6% 两天累计升超过1% 海信家电921 星期五升超过6% 累计升了1%4% 这个板块能不能够继续跟进呢? 如果是选择应该怎么选择呢? 都是这两个 如果你说选择的话 即6690、921这些相对大一点 都回到不少了 但是有大食带 或者一些钱肯炒的 我觉得都OK 会不会迟了一步 已经迟了 如果你说两棍的话 是的 那你看的就是看之前那些平台区 海信 因为之前有两大棍拿下来的 对上个阻力位可能去到30元的位置 但当然你看着26至30元的位置 能不能先冲到上去 所以我想可以自家就相对好一点 起码他现在都叫做 冲到之前那支阴烛那里 那都是炒为主 低一句 幸好就是他有国策支持 大家都知道 内地的消费零售都是比较弱的时候 是难搞的 靠就靠国策 看看能不能能够 我误性比较低 你说以炒为主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可不可以买 还有是不是即日来回呢 那些价位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 如果你问我就不要炒了 就是不算了 就是miss了就miss了 因为上个两个星期已经两棍了 现在你再买下去 真的有第三棍 是 有当然是好 但是直播率就已经差了很远 就是你说为我上 人家都吃壶酒了 是的 一来人家买了 人家随时沽给你 二来你上面可以看到的空间 和你下面回到的空间 好像不是很对称 就是你知道的 就是港股的 随时可以下回原位都可以 是的 但是你对上的空间又不是很多的时候 输就输10元 赢人赢人2元 那怎么炒呢 我觉得未炒就算了 是的 那我们再说一个板块 都是有国策支持的 就是维柴和重器 上周五 都是急升超过一成的 都是有国策出台 那么那个措施就是支持这个油货车 加快更新为这个低排放的货车 并且提高那些农业机械报费的补贴 那么重器 那单日升一成八的 遗柴也升一成二的 那么一拖就是升一成一 这个板块又是否值得跟进买入呢 我想纯体图就是重器 就是你遗柴也有很多鞋货 反而重器308呢 嗯 它都叫做挨住近期的高位 相对来说舒服点 就是你上面看着大概 22.2 对了 那个位置 那你看看能不能拼得到上去 就是如果炒你算的 我会选308 嗯 好的 那么被逼选你就选308 是的 但是你会不会选呢 又是先走了 那你要看的就是指示位在哪里 你不是用回那一棍的底部 就是你说308的 它上个星期五 那个叫做开波位是说 等一下 十七个 十八元左右的位置 开的 我不用低位了 是 那你 十八个六 十八个六个位置 那你用那些位置来做指示 所以你这一刻冲进去也很难的 你要捱两元的 嗯 就是可能你要下去20元以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买到 我用回一元左右的指示 你才博42元 嗯 那就直播率会高一点 嗯 因为我都是很平 很平的计算 第一就是看到重器 它7月中的时候 其实就升过一转 那次有两棍 那刚才参考那些家电 都at least有两棍 所以说这个只是升了一天 又会不值得参考 不过今早 重器其实低开了百分之二 是啊 所以给大家一个空间去博一博 那你上星期这么大棍 那今天回回一些也都合理 嗯 那就看看它回来 肯不肯炒上去 所以 看着十八个六 有一个参考价部署 嗯 好啊 好 我们谈完汇控 因为它星期三 就会公布第二季度业绩 那说一说大家对数据的预期 第二季预期就按年少赚11%左右 那么税前利润就大概是77亿8千万美元 那维持季度息就是10美元 那这些都是市场的预期来的 那还有有大行都预计了 那会宣布新一轮的回购股份 那有几间大行都预计了 那新一轮回购的规模就有机会去到30亿美元 那说多一点就是摩通的预计 那它预计呢 第二季其实个银行业务 正利息收益 会因为那个利率和业务量的状况 而连续下跌的 但是譬如财富和金融市场业务的表现 就会带来一个正面抵消的影响 那汇丰在职前的部署上你有什么建议呢 通常炒都是炒它 是不是有机会再爆上去 那近期都高位回回一点 很多不是很多 那看看有没有机会借势冲一冲 那但是都是 就是现在最惨的是什么呢 最惨的是市场的气氛是差 所以变得市差的话 汇丰一定会对的 那变成是怕那一刻 你博不到业绩有多好 所以细细住 而且我想用一些牛红症好一点 那些call是怕隐身波幅上升 如果你业绩之后 它隐身波幅下降 如果证股的波幅不太大 就未必有肉食 那用一些软牛软红去玩好一点 是 好啊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回回答大家问题 稍后再见 好啊 Apple Back to School 优惠开始了 去到9月30日 有返校优惠之余 原来还有得再省上省 今集理财最前线 为你盘点两大省上省路线 周大福今个星期公布 4月至6月的零售值 看年大跌两成 内地分店跌19% 港澳更加跌31% 比去年曾经连续三季 增长超过50% 大幅退步 周大福解释 上季宏观环境持续影响消费 而黄金价格在高位徘徊 拖低了黄金收息需求 中小企占香港企业总数的98% 对香港经济有重大贡献 如果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 向他们提供可行的支援 将有在香港中小企介遇 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 提高营商竞争力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邀请来Tommy聊天 Tommy 你好 大家好 找到你来真的很重要 最近大家都很害怕 看到环球的高风险资产 散落来 当然要找一个经验丰富 见惯风浪的老寒村 来帮我们契底 是否需要吃得多忧虑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如何赚? 想做市场赢家 才要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知金流行 我顾梓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 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Hit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赢家 尽在ET才智talk 本港三大指数都是高开 之后升幅扩大 跟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情况 恒指刚刚高开175点 现在升超过200点 最新升220点左右 17240点 国企指数开市的时候 现在升1.3%左右 现在升76点 科技股指数也是升幅扩大 最新升55点 这个星期是期指结算 积货月期指现在升240点左右 17268点 高水20点左右 不过内地股市今早早段 是一个继续向下的情况 上证重指继续在2900点以下 一起看看《经济日报》今次有问题 今天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海油883 简选原因是中海油在持续增产 和成本控制两方面具有优势 第二 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油 OPEC Plus减产等因素支持下 预料油价至明年第一季偏好 券商给予中海油的平均目标价超过25元 业务以石油产业上油为主的中海油 不单只受为油价上升 未来三年游戏产量亦会持续增加 令到它的游戏销售有望达到价量齐升 中人国际指出中海油是中国石油板块巨头当中 唯一能够实现强劲的产量增长 兼且原油储备寿命最长的公司 因此视为行业首选 另一方面中海油2024年预测股息率大约7厘 摩根士丹尼表示 相对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只有2厘多 中海油可以吸引资金流入 并且为中海油提供重新评级空间 无论如何又加难以大跌 再配合中海油的产量增加 预料中海油股价在调整过后 有望再展长线的升浪 投资者第一注可以合19元的水平级纳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调到18元就可以加注 短线看 券商平均级约的目标价大概是25元 可以作第一步的目标价 之后就看28元 但如果跌穿今年3月整股区的中族附近 即是17.5元的水平就适而致洩 好 那我们就看完国股推介 以及看到恒指的升幅就在扩大 现在最新的升级是250点左右 那我们就跟进一下 看看投资者有什么问题 Kinder就想问 他说想买941做长线收息 他说什么位置入比较好呢 上个星期五其实看到一些电讯股 都集体向下的 这个回调是否一个买入的时机 我觉得都可以的 即是你去年50天线都穿了 他大概70元至73元左右 有一个平台区 即是在大概5月的时间 我觉得去到那些位置 因为上个星期五其实都删到72元了 我都计算过数 因为我都很生气 怎么搞的都这样 我也有跟朋友说 如果你跌到7厘息 我一定会跟你加的 现在去到73.3毫半的时间 现在股息率大概是6厘左右 但是你预期息率一定过7厘的 我觉得如果你买收息股 那以香港上市来计算 我就怎么都是 九石一定是必然之善 所以分注买 这些位置买得住 坐下无房 最重要是他给你能见度 即是他都说明 未来的派息比率 会升到75%以上 而股息率也是 在三大电讯商最高的 即是要选择一定先选择他 三大电讯商 好 那我们看看 长和系就是7月中分炒欧洲业务上市的消息 就炒到现在了 那股价继续在十天线培活 还可不可以继续保持强势呢 这个观众叫淡定有钱赚 一号仔是吗 是一号 厉害的 是厉害的 即是这一刻都能守到高位 以来我想 那长见那件事都令到长和系都强了 即是长见他说会去英国上市 第二上市 令到长和系都强了 我害怕就害怕 因为长和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 上次他出业职呢 是减过派息的 是 所以就令到股价是有很大的跌幅的 嗯嗯 那是害怕这一下 即是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害怕的 那都是那些东西来的 那这一刻绿梨松一点息 你说是不是很吸引 如果你买长和打算收息 我觉得这些就不算吸引的 嗯 你不如先让他出卖业职先 那看他有没有什么低位给你买到 用收息那里出发 如果你说纯粹从业务发展 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了 嗯 好 那David就想问友邦 是 那今早就跟随大市做好的 今天正在升大分之二的 是的 那他就说友邦今年以来 累计都跌了20% 可不可以分析一下他的基本面 怎么这么便宜买得不可以呢 这事真的 我经常都跟大家说 我真的不会炒这些东西 就是你说 大上大落 就是这样的蓝筹 就是多少千亿 五千多的蓝筹 就是三月六十几元 四十几元 接着五月六十几元 你怎么分析 我不知道怎么分析 我想和债息的关系 因为大家看的就是他拿着债券 究竟会不会升升跌跌 令股价的表现有些波动 是这样的 那你说 但是我自己看你很难去 去中长线去想他的投资角度 就是这么猜 拿来炒也ok 炒近期低位50元 就穿就走 我想炒了 就是中长线不会想他的 就是你如果炒的话 那些参考价位是应该怎么买呢 最近箱底就是50万的位置 搜到就可以了 上面看着大概56了的水平 67的range炒 对他的兴趣不大 真的不大 因为真的不大 好啊 那我们谈谈另一些板块 看看你有没有兴趣 好 300元 JK问你 300元 你看看你觉得市场怎么样 成交真的弱的 是 那变成了 如果你说看淡市场 然后再成交弱一点 300元 那你就看着 那这一转他 20天线是一个挺好的参考位置来的 嗯 几次冲上去呢 疑似突破 都是碰20天线就下回来 现在20天线就大概是 241左右的位置 那你看看这一转可不可以弹得上去 不用一定要弹到241的 你说弹到上10天线 大概2、3、6左右的 嗯 那这些位置 就先拼他 是 他真的站得上20天线 你也输了几元而已 是 我觉得都有直播率的 其实刚才谈大市的时候 都没有空间和你详细去讨论 就是譬如之前三中全会大家有冲警 跟着冲警落空 那市就炸回来 但是7月底其实有政治局会议 是 你刚才就好像不是很想正面去面对他 就是你是不是对他 就是完全第一是没有期望 第二就是其实你也有提及 未必是说有一些大招 但是看到中央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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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0.1的都有减息的 其实这些等等的措施 都不能够带起你对港股的期望 我想你是短炒那一刻 可以有个力冲上去 我觉得上星期不减息那一刻 市是冲了一下的 那就一下一下 那你很难去期望 就是他们可以令到港股有个中线的升势 就是刚才也说了 指数可以这样冲上来 然后又回到原地的位置 你就知道你不要放这么多期望 就会相对好一点 既然是这样 你就看短炒消息去炒 就是中线就不要有期望 就容易一些操作 比如短线来说 你是会建议大家买指数 还是科网股 还是这些sector 就是刚才我们也讨论过的 那些有政策扶持的 那些你会觉得值得去买入多一点呢? 就是你政策扶持 就是家电相关的东西 就是我想这样说 你玩消费股的 你真的玩一些有政策扶持 你不要去搞一些李宁 或者是火鍋 那些真的搞不定的 但是你反而 你选回家电 你选回汽车 那这些便容易一些去炒 我想过股来算 就是我自己也要玩一些中特股算 尤其是三大电数 就是中二棟 简单一点 或者是可能选回一些内银 那我想他们的盈利的 叫做稳健度比较高 就是之前你说883 或者就是 941 你想说一些资源股 资源股 因为我忘记上次有没有提过 我觉得神华的刑警 是令到资源股是散散的 因为它升了这么多 虽然刑警不是很夸张 但是也创造到大家会吃虎 所以见到神华出了刑警之后 资源股是落得很 没什么承托力 变成你最强的海友都搞成这样 是啊 所以大家要留意就是 它未来的那份业绩 究竟那个表现是怎样呢 如果不行的话 会不会再诈心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关注 相对来说 我不会太害怕电讯股 或者内银股的盈利表现 这些买下去 就是当然洗一齐洗的了 但是起码你不用怕刑警 我想少一个担心就会容易一点 比如说中特股方面 你现在仍然是持续的 就是那些电讯和内银 我就只得了电讯 因为我之前就万件归宗了 因为觉得市场好像 之前我就减了一些 海油、电力那些都减了 因为我觉得是影响得了 然后再沽了内银 因为我怕洗仓潮会会洗完内银 当然真的要洗完 我就已经之前吃了 但是941是strong hold的 所以甚至洗了我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暂时只是炒着941先 好 我们再问这题资源 因为廖先生说大摩上调了下半年的油价预测 他说油股是否值得憧憬 还有金价也有一个下跌的情况 他说是否值得低级 油股就是你说调高油价我自己就拿Oxy的 我拿美股那边的 我觉得那边有股神顶着 60元那些位置就难穿的 你883现在你买883就看股息率 其实六厘几你说是否吸引 又不算是好吸引 所以我还有个势又下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炒又难炒 买也都不会是中长线买的时间 所以我就暂时不会搞住 那我自己的操作都是中长线级纳 有空就买点有空就买点 那个想法 炒我也觉得很难 当是一个资产配置的工具 会比你炒好 好 我们再问Coinbase Leo Wong想问 特朗普说支持比特币 现在是否可以买Coinbase呢 那Coinbase做平台呢 我想他如果特朗普说要用这个 比特币做这个储备货币 那我想都受惠吧 是的 但是我都会想 比特币都是用来做黄金那种的想法 就是中长线的资产的一个配置 所以我当这些是noice而已 不过来的 就是中长线都是觉得它有得再慢慢发展的 OK 我想你Coin就想多一样东西 就是它自己自身营运那样东西 就是我经常都说的 就等于金矿股而已 金矿股可以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升起上来可以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它们营运不行 出营景的时候 你未必受惠到金价上升那样东西 我想Coinbase是一样的 这个要留意 是的 好 那我们就看看恒指最新的情况 恒指数现在都是升百多点 升144点 那么国企指数和科技股指数 都是继续向上的 不过现在的升幅 就是比起开市的时候有所收窄的 即是月期至升150点 看看今早发了刑警的 就是九仓和九仓置业 九仓股价就没有变动 九仓置业股价就轻微向下 跌不够百分之一 最新报19.26 那我提醒大家 今个星期有什么数据需要留意 美国今晚会公布 就是达拉斯联储制造企业活动指数 去到星期二会有S&P 20大城市的房价指数 资商会消费信心指数 星期三有NBA抵押贷款申请 ADP就业变动 星期四香港时间的凌晨 联储局会公布议息结果 美国时间的星期四会公布制造业的PMI ISM制造业指数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另外日本央行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 会公布议息结果 预期息率会维持不变 英伦银行在星期四也会公布议息结果 预期会有机会减息 今早就感谢独立股票人堂牛 陪着大家一起开市 刚才说过股份资民有没有持有呢? 持有多少都辛苦了 谢谢你 我们明天有光大政券 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律师汤丽雄 陪着大家一起开市 欢迎预先留言提问 明天同日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